大家好,我是蓝烟,欢迎收看蓝烟解说三国沙国战 咱们看录像吧,今天小年夜 祝大家小年夜快乐吧 然后视频,视频 毕竟已经心有余,耳力不足 我们别的话就不多说吧 我们久去,两边去 二号问,闪写摸牌阶段有技能 摸牌阶段有技能,不掉血的肯定不是属啊 然后夏侯顿开始少量看下架 然后看了不是队友就开稿 有必要没有 其实我觉得夏侯顿你 要搞下架 你就不要自己这笔去看了 原来是讲完废音 而且你不要挂装备 你挂装备,别人觉得你杀可能比较少 还不好拼你 他可能和你拼杀了 你还是捏大把牌手量,他可能就不跟你拼杀了 我们就直接去拆了二号位 这个拆二号位好像没没没道理一样的 国家 结果拆了队友了 你说这是不是纯粹 纯粹有点坑队友 如果会看毒条的话 应该不是,其实我最应该拆的 咱们就应该拆了队航冰界 当然你如果不愿意,也不愿意去得罪下架 也不要去拆别人的盾 打无限的,打无限的肯定不是位 是不是鼠怎么很难说 但他绝对不是位 哦,开始刚 二张,肯定全力抗位了 咱们手上训了这个南蛮 等会儿会发挥奇象 还祝荣,九杀,只能九杀下河敦了 嗯,全部把它,这是绝对刚正面了 咱们就不救了 这个时候坚决不能救 你就让二张收了 你要救的话 等一下你可能会全军覆没 这个时候咱们直接先开南蛮 然后这个不要先去先杀祝荣 你先先开南蛮 这些这个南蛮 其实如果可能我就先开南蛮 然后打死祝荣 行吧 嗯,怎么没打死 这可能是因祸得福呢 嗯,老猪狗也逃了 然后,我怎么装备全部拔掉呢 还挂闪电 老猪狗也挂闪电干嘛 把我们捆起来 捆起来,是打算批我们吗 哦,国家,国家也是狠 反正就是不解 我们把别人捆进去 你这么打,其实二张他肯定现在不会来打位了 他觉得去,说绝对,绝对去打那个 这祝荣还流伞,你还,然后你还生息 嗯,然后二张可能是比较会王的 就压着暗家觉得暗家可能是死亡 然后,咱们这开难门好像打不到人 嗯,有一代了,有一代了 然后,咱们这个时候咱们就直接砍暗家 找他们逃,如果他们没逃,咱们就直接强袭 嗯,这强袭弄死 这个强袭是只不过用法了 我们先学习助容吧 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反正国家这里卖,咱们就逃,还有决斗 那还有难门,直接看难门,已经发现多了,可以把他们踩死了,妥妥的踩死 这波,这波应该比较爽爽 去空城断,再铁锁,再卖 一丝难逃绝 我们桃子已经多的用不完了,铁锁在浪费 还是没属性啥 有属性啥 一搏五连子安 当时黄宗还不亮,黄宗 关羽不亮,这黄宗的关羽其实应该亮亮的去砍孙策 这魏果不好砍,你就砍,砍鼠呗,砍屋呗 就是不砍,打死,打死,打死不砍 嗯,他以为按着别人就不打他了,想借便宜 最近阎武厂王 据说阎武厂王多了,容易干胜虑 嗯,咱们水盘,三七八去,多想啊 嗯,上起十指,不如断起一指的马带,开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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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统呗,开始干 嗯 嗯 然后的话,咱们这里,有远接进攻一会儿 这一号位上来这么浪,这无非,无非就是,就是说跳位 然后四号位这个,二号不是,三号位是属于报复 不管它是什么,应该是属于报复,旁统 三号位,有一号位,他看不出来,也可能是针姬或者斗艾 嗯,四号位去赶,四号位赶坎 赶,赶到三号位 赶火攻,也就证明四号位比较像鼠啊 嗯 然后,知己知彼,还不让看,这个人肯定不是我啊,这不是我 我肯定不会上来那么浪,就被大象踩死了 你说你趁让他看一下,有何妨一个貂蚕 貂蚕你上来浪什么浪 你小命都浪没了,怎么把火山还留呢 打算拿火山去去去砍人 那马带声音倒是很红亮,喊什么喊 先开桃圆,这个怎么就赚了,桃圆开往这怎么就赚了 那南南卖的那滴血一回来,然后怎么这回合可以出伤了,等一下下回合可以亮呢 因为四号位看上去比较像鼠王,触发阶段也急 胖子 然后马带这里,这里伤敌十指,只能断地一指的话,这个浅袭就能 可以,可以去压位,然后就被钢了 这个时候他把全部捆起来,就捆起来吧 然后他也只能这么,那小胖子呢,画像好萌啊 然后咱们开始,开始搞,打上架,我们上架因为他三起不卖 嗯,过河拆桥吧,咱们看能不能想办法先搞死五号位,那五谷暂时就不开了,不然你还强行开野心啊 我一个姜维和蒋飞,野心家呢,挺挺挺苦逼的 嗯,过他下去啊,做了他师父老诸葛 嗯,老诸葛的话,做应比较明显,但是老诸葛,哈哈 哦,捆了,捆完之后再开始,捆来捆去,也没捆出什么实施效果 那你傻小胖子,也可能是庞桶,奇怪,杀不中 嗯,啊,胖子出了,瞎瞎了,最近最近也比较瞎 然后小胖子可以抱拳,但是没弃牌就不能指定目标 嗯,小胖子是什么家,如果觉得是,可能是,可能,可能有可能是干夫人 或者祝容,但是祝容的话,我觉得可以量的,因为祝容可以有半血磨盘 只能救一个,嗯,蒋文也确实只能救一个呢,然后开个五谷 我,抢桃吧,我们,我们没抢桃,想过个拆桥 小胖子拿桃,直接被火攻了,我们火攻用不出去呢 然后拆了,拆了,嗯,就拿他的手牌吧 啊,没拿他的手牌 嗯,我们应该换换捡音嘛,这个是细节 当然我们这是优势,你这个是优势,你就随便浪 按正常的出牌思路怎么应该换捡音嘛,毕竟还可以有五胜 蒋文小儿太怂了,很,不是说蒋文太怂了,这是你们人多 哼,其实蒋文也不算怂吧,小胖子是老猪格量了之后才是小胖子呢 蒋文也不,也不确定他有啊,有那么多,嗯,有那么多鼠啊 轮到咱们亮的时候,咱们肯定亮啊 当时应该说是优势局呢 结果马带,他是杀杀银子啊,何等威武啊 啊,看下大五国,看完大索国之后看大五国啊 那这个选将就,非常的一般啊 当然我们,所以黄盖,黄盖有时候是,是能发挥奇效的 啊,这个开始,上来开始浪的,多半是胃啊 要不然你上来浪,不就是因为你不怕被人打击和报复吗 啊,后雷,后雷,所以恐龙还是小桥 你应该是小桥吧 要是恐龙的话可以亮了 小桥没法,没红 恐龙啊,恐龙在,在张甲那里拿,这个就没办法了 不能够,小甲和孙侧,开始补啊 其实我认为小甲和孙侧不定,要去,要去那个,要去给他上甲补拍 你倒是可以去扒一下夹血啊,啊,朝上,果然是,果然是一个不怕打击报复的典型 看咱们怎么判断吧,咱们现在,看了咱们怎么拿逃呢,拿逃的话,其实现在也不太好去限制魏国 然后,啊,我们上下看了咱们去热国家,那就证明他肯定是无望,或者是冰了 我们,把那个,呃,把草草也给热了,但是既然我觉得咱们要热草草,那完全可以去苦一下,去热了 热了那个,去热,热了夹血啊,张甲可能没什么好热的,因为 这个夹血可能就有点有点过了 你,你就确定六号位到底是我,还是,还是群 先不管吧,然后还去打,这是群群,本来你就人少了 四号位不是群,最多啊,最多三号位是群,你打谁个位 是不是,是不是真是好事呢,还九杀国家,怎么就不就呢 国家有糖 有点,有点,有点,杀红眼了,拍打得看不懂,然后 啊,甘霖,甘霖这么,这么亮的话,那肯定 肯定六号位就是5倍,那有什么好看的 嗯,小桥的话,应该给咱们补啊 不应该说,嗯,给孙侧补,你给孙侧补,他有什么所用 你给咱们,这是有时效性的,也说我们可以在前面,可以前面给他,给用出去的 那群群打得烂,都说打得烂 嗯,小桥放主架,也并不是说什么大问题,毕竟小桥别人 打得不好,从来没看到自己打得不好,然后咱们可以九杀国家 啊,用出去呢,这个鸡刀烂,反正你去这么用一下吧 然后咱们杀家许,咱们现在不杀国家,行吧 其实咱们,你没吃糖呢,我倒是觉得咱们可以吃糖 嗯,这里,这里,国家不砍了,我们等甘霖去拆吧 嗯,四少大侠一波,现在大侠哪里来的一波 然后又去拆队友,很顺利 打发有问题,没必要拿在那里拆队友,拆队友干嘛嘛 嗯,条线,估计,前锋可以拔,可以拔,可以拔,不可以拔 嗯,这里的话,由于说有甘霖,他们属于没牌,没牌可用 嗯,就内散,还是先杀国家,不先杀贾许嘛 随便杀谁都是杀的,这贾许,用力过猛了,保护一国,过早的打下去,结果让自己 神无绝境啊,不给自己留后路啊 啊,26起,流传战胜,选灯爱和茶双 大概放着主架,行吧 嗯,可能像我这种比较怂的,我们就选茶双和点文了 能选茶双,这话少的,那有中联闭合 嗯,到时候还能在关键时候,还能 嗯,还能说,打输出也好,或者回血也好 另外就是说是一个嗜血匠,血匠 这个在囤牌方面有贴人的优势 嗯,这个人,这个人知己知彼,看得不忍,不忍,不忍 嗯,这个人看上去,影都不忍,哎,我下午都比较凄惨,虚愿 解密空间被压榨了 拖子,属于不懂得保护自己,啊,就算死了就死了,怎么也不救呢 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最优先打,肯定是打拖子,因为拖子本来是天人的嘲讽 啊,我们去拖了,嗯,不一定非得,非得拖这张牌 所谓的,不一定非得拖这张牌,就留个田做威圣 啊,八号问,七藤甲,七桃啊,这个就不太好了,七藤甲,七桃的话不太像问啊 群星全部跑出来,全部跑出来打群羊了,我们是没桃 啊,然后咱们这个街熊要欲练了,没得他们是来抓咱们 嗯,群星一旦出三个,别人就不会,不会那个人,就不会再倒位 就说,属人头啊,嗯,想想和声策啊,看这波爆发,看能不能弄死拖子 核心没了,核心要没了,我再杀一刀,还有闪,拖子也是,也是够狠,所谓的够狠就是 嗯,有他自己都不,这个你去拼,你去拼那个,你去拼孙策,都是属于,存坑,陶渊 这就不好打了,现在是四个群,四个群的话,打谁都不太好打,还有人离线呢 嗯,咱们的话,这个牌子们,还是乔星,乔星去,去顺了一下,还有人离线呢 我觉得咱们要买血呢,就会热,本来是想热炎凉的,没想到血,就不顺了 然后这河北上架,你去,打的生策,给激扬了一朋友,然后我还一容俱动 还干嘛,没了,然后给我们,去扒了,扒了拖子,扒拖子,可能效果却不如不断爱明显了,如果要,真从啊,真从说,从盟国来看 然后拖子就不停,拖子,这个拖子属于思路不清晰啊,你自己的本质工作,你单单用拖子就行了,你要经营干嘛 你用拖子的,明显就还是能够清凉,清凉,清凉回血,清凉回血的话,你才能够确保优势 好,打暗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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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吃多少个人头,结果被断肠了,那还行啊,那刷型的技能还在 咋讲呢,非要吃菜,没有自己吃菜呢,还去扒,就不能给我们,给我们补啊 还在凭着拖子,是不到黄河心不死,行吧,这个拖子,这种拖子也没有,也没有旧的,也没有旧的必要呢 但是现在,然后火工,咱们呢,咱们的出路在哪里呢,然后卖,这个时候,或者你吞钱,存在不存在,还能够和他们耗得起,你就耗不起了 然后还顺了个南门,赶紧去把拖子那张牌给顺,然后再开南门,顺了之后再开南门,如果他们有逃就的话,咱们还是得游行一下,杀拖子,你不杀拖子 等下你更加,然后一损俱损,然后击到杀人,把他们的牌全部拔掉,然后流连弩,一定要流连弩 拖子死了,咱们少一心头大患,那天锋是谁,张脚吧,这不亮还丢闪,可惜他们那边没人说去配合一下天锋 但是我觉得天锋你还是张脚,你就亮给队有一个信号,表明杀我,桃圆,咱们那个,好慢 这个谁慢呢,因为有连弩啊,还有怪师傅啊,结果这个钱就比较惨了,然后腿一看,把这巴巴也没啥用 我这顺还顺,然后我一腿个钱,然后想腿一腿,嗯,先顺了,先把那个,嗯,然后往前打 现在不要去杀天锋,那天锋就绷吧,我们再去杀,杀孔容,杀完孔容之后他接着绷,还一腿,然后再杀 诶,我们杀不死,所以不杀了,行吧,有失落 好慢,我们不火攻的时候不要亮闪,亮闪的话,等下天锋就不砍你了 嗯,咱们三张杀应该可以带走,可以带走孔容,然后,金单条,反正那,那里,嗯 就说那,那个,那个,前锋啊,他也是自己,自己,你要亮就亮吧,你不亮就不亮,大不了我 嗯,就说,那是大嘴,田大嘴,那事实都不死人了,我们还接小两张伞,嗯,手牌一顺,不顺,即使咱们一个,我们不敢,不敢顺 其实我觉得,正实话,他有可能会去拆掉你简易嘛,啊,真的话,差点差点,他如果把这张杀,怎么这个非常惊险,我们虽然是赢了,但是可,可能说打法上还是有, 有,有在考虑的吧,我们如果顺了他最后一张手牌,那肯定是稳赢的,因为我们有决斗与杀,而且我们还有距离啊,结果你没顺手差点被他拔掉你了,他如果拔掉你那张杀,你就比,那就哭香了,那只能说你,瞎得,瞎得自己退,给自己抽两嘴巴子,最后一盘吧,咱们选女部和貂差,我们把貂差放在左架,嗯,其实说出于盟军的, 可以考虑,可以考虑,可以考虑,把调查放附近,你,你非得,要跟我说,到时候怕,怕被,招任穿新了,嗯,也,也得过头了,嗯,如果你招任穿新的话,他是,第一招任,完全可能说是你队友,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万,是你队友,而且从野行家的概率,和成你队友的概率,相比那个更大一些,嗯,这个牌匠的话,可能跟个人习惯有关系, 我们作为五号位,两沙,一闪一逃,有人挂闪电,开始浪,我们,还有人挂藤甲的,藤甲,倒是,倒是可以挂的,但是挂闪电,你,你真不怕招打吗, 这骇人之心不可以啊,谁挂闪电,谁爱雷批啊,嗯,很沉闷,嗯,都是摸牌,棋牌过,最多最多都是发装本,你看,一码,一码,这个诺言,这个诺言给你兑现了,说了,害人之心不可以啊,你,还敢害人,结果真被雷批了, 什么人都敢挂闪电,嗯,不看你,因为你找的比较帅,怎么的话,看一下,看一下他们怎么弄吧,都很多,很低调,然后,寻愿,然后,刚亮,刚亮就被大侠给烂了,哎,咋了啊,还有人打无限,还有人打无限的话就证明, 跳位本,哎,是吗,啊,这个,这个牌好像,现在就开始八位了,那既然是八位,我觉得,咱们有必要,有必要亮了,又一个难吗, 嗯,还下午中,还开始刚,嗯,八桥要贵了,咱们双亮,双亮摸牌了,然后,先离结, 在乐处,这个乐的话,可能不太实在,又耿,当然,我们乐曹操肯定是,跟乐曹操肯定是没问题的, 因为你乐司马,曹操在前面动,那曹操如果敢开南蛮的话,你就自己点点点吧,你看你,有陶没陶, 然后,司马应该要朝后打了,又开个南蛮,这司马反馈了曹操的南蛮, 这不南蛮,说到人就变,嗯,当时曹操一血掉在这里,始终是一个隐患, 才关于和张飞,看我,看样子,看样子,寻寻,或者曹操摔底不住, 还是先上朝朝比较帅,还旧,那有伞,发不了了, 一镜穿心,我也是,我也是寻愿,我这个时候,我竟然让他把张鸟给穿了,得了, 你掉一血多亏,还真,还真,还真有招任, 然后,咱们先离街,啊,先九三,然后,打完之后,咱们再决斗, 咱们应该,可以考虑先打朝朝,嗯,打了司马也行吧, 然后,直接逃降了,也不挣扎了,嗯,朝朝最多, 我们桃圆一开的最多,打死,打死招任,然后,你和吕布单挑, 没有任何优势可业,你不掉三,嗯, 嗯,然后,咱们这期视频就录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再见,